大家好 又是我Joe Chan 今天講一下投資 首先講一些騙人的 變成大家網友可以分享一下 告訴自己的朋友 或者家裡比較老的朋友 好像我以前在康大電業做過的 我康大電業的老闆 就被人打個電話來 女孩子哄了一兩哄 輸了幾億啊 倫敦金啊 這個就很特殊的例子 我也接觸過很多在Facebook 我女孩子 跟著呢 就虛寒問亂啦 跟著就做一個 那些什麼e-trader 什麼trader的app 叫我上 跟著就整天 啊 今天又贏了一萬 明天又贏了三萬美元 就cut and place 就發了一張圖給我 因為我個人就蠢啦 所以 所以 只是跟著那個 電子的那個 玩兩下啦 玩一個假的帳戶 輸也好贏也好 你叫我入真錢去 我就不會入的啦 那個個都發了脾氣 罵我的 那你又你罵啦 講到投資 那 沒有理由 找個這麼年輕人教我 我真是老懵懂 我第一次投資 就是 在廣華電子裡配股給我 我當時在工程部那裏 是工程師之一 去給我兩萬股 我買了一萬股 是一股一元 那三個月之後呢 升到過六銀錢 跟著師徒位成 我們的總工 就單聲給我們聽 是時候啦 那當然是放啦 當時的股票 是一搭子 那樣 不像現在那樣方便的 入了公民袋 就劈給我買了 那三個月之後 然後收到資料 那便 約律師樓 拿了一筆文件上去 小姐說 給身份證 那便拍下身份證 然後每張股票後面 都簽名 簽了名 跟著賣 委託去賣 然後 過一兩天 才給自己的 不像現在那樣方便的 現在 現在 直接在網上 銀行都做賣 啦 後來我們還有 搞其他的 在這個故事裏面 我就認識到 根本股票 就是個莊 告訴你 我有多少股 那你就賣咯 賣了 就根據理想地 就根據公司的暫時 去派息給你 或者 他不行 就叫你公股 啊 種種種種的情形 對於我來說 股票始終都是很虛浮的 反之 美股就稍為靠得住 港股 靠不住 大陸股 靠不住 唯一 如果想玩得穩陣些 就是美股 因為它的幅度很大 你很難 拿到變成 做到莊 即是比莊控制的機會少些 那就變成近似啡遊戲 但我認為這個世界永遠沒有Fair Game 如果有興趣 就歡迎你訂閱 以及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長輩 聽 很假的股票 就這個廣華電子 它的導演 都坐過牢的 先前坐牢 是因為什麼 聽說的 是因為 以前是一間 香港最大的電子公司 又是上市的時候 又是出股 被人拉軌 就是坐牢 那坐完牢回來 洗底 給一些記者 又是上市 老闆很好 請我們職員去吃飯 現在在說 二、三十年前 請我們去海洋皇宮吃晚飯 去生日 生日出來門口 逐個員工握手 功功敬敬 哇 這個老闆真的不可以 跟這些 億萬富豪 握手 真開心 跟著還抵一封利士過來 走轉背 打開一看 我還記得 一塊水 不少錢 二、三十年前 誰都至少一塊水 這些真的懂得做 多謝各位 歡迎訂閱